相关的刚刚的程式也是一样把它放在云端 所以你们可以在单元礼物里面找到程式 里面的话我会把刚刚向range.copy 我刚刚打的这个程式放在这里 这一招其实还蛮可以学的 因为真的蛮多地方 假如你有好多个范围 你就分别分别放 放完copy过去 一行程式就搞定了 这样的话 其实尤其做报表的时候非常方便 那的话你做完结果 然后你用它手动再做一次 那岂不是很麻烦吗 让位时间的事 所以等同就是说 如果你不希望重复做那些 很机械式的动作 可以把这个学好 range指的就是选取那个范围 点copy就是你按Ctrl-C 然后后面这个destination 这个就是你要贴到哪边 意思是你点到那个地方 Ctrl-V 有没有 Ctrl-C Ctrl-V 不是用程式就可以解决了 另外的话 如果你有多范围 那你可以再执行回圈 或等等的相关的动作 那就可以把它全部写在一个按钮里面 按下去全部都搞定了 OK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再来看一下 如果我今天希望完成 第一个都要把它分成三个按钮好了 第一个按钮的作用 就是希望怎么样 把C栏的资料先call到N栏 然后再做移除重复 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首先的话第一个 把C栏call到N栏 这个怎么call会比较简单的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 我们还要再把它做移除重复 那其实这边的话 第一个 我们可以先键一个按钮好了 把它放大一下 这个字有点太小 有点比较小一点点 把它C栏 移过来一点点好了 OK 把C栏的资料call到N栏 然后再把它做移除重复 其实只要两行 其实两个动作就两行程式 这里面的话也是利用什么 利用Range这个物件就可以搞定了 首先的话第一个 我们可以先产生一个 这边把它关掉一下 OK 首先一样开启VideoBasic 第二个的话 字一样把它放大一下 把它放大到14好了 看起来比较清楚 接下来的话 一样帮我写一个Sub 这个Sub名称的话 就叫做业务 因为就要移除重复好了 比如我今天希望这个按钮 你按一下它 它自动会帮我产生一个业务 并且移除重复的结果 也许放在N栏的位置好了 假设我要放在这边 首先第一个动作 我必须怎么样 把C栏的资料call到N栏 当然有几个方法 我们可以 第一个可以用Range 如果用Range的话 范围的话就C 从C1一直到哪里 C的最下面一列 你可以自己去用写追踪的 不过我刚刚看了一下 我们最下面一列 感触向下 刚好是2500 所以你后面 假设我们写固定 那2500 如果不写固定的话 你可以用追踪的 之前讲过了 OK 然后我们可以怎么样 范围间OK了 第二个的话 后面一样点Copy Copy到哪里 Copy到这里 N1 所以你又打一个Range 其实拖揽一下 把它拿这个来call 这边打一个N1就可以了 好 第一步就OK了 那这样的话 我就可以把这个call过来了 全部call过来 但第二个的话 我还要希望把这个里面的资料 做融入的话 那范围一样 后面 其实移除重复 在那个Range里面 就是一个方法 叫什么 移除的话 移除的英文是什么 Remove 所以你打一个 其实刚开始 我不知道是哪一个 那我用猜的 移除嘛 不知道Remove 就打一个 R-O Remove OK 有没有 有没有 Remove 它一定是方法 方法一定是绿色的 OK 你做个动作 一定是绿色的 OK 动词 动作 移除重复一定是一个动作 所以你会发现它一定猜 应该可以猜出来 这只有两个 对 Dubicate就是重复 对 所以移除重复就是 Remove Dubicate 因为它其实算是开发环境 虽然已经 你说友善吗 但也不太友善 因为很多路不太会写 真的看到这个还是会头痛 但如果你去写过别的程式语言的 你再回来看 因为VBA这个环境实在太OK了 如果你用别的环境 比如你写过Java 或现在写Python好了 Python虽然也已经够友善了 但是如果比起来的话 我就觉得还是没有像VBA这个环境 好像该有的都有 有些Python环境就是要不就少这个 要不就少那个 OK 而且还要安装 而且要装很多东西 比起来的话 我是觉得VBA 它还是有它存在的价值 因为其实说 在Excel里面 反正你只是很简单这些动作 你何必如果要在Python的话 那你就不是那么简单了 你要再安装很多其他外部的外挂 才有办法达到你要的目的 OK 那倒不如你用这个方法就好了 所以我强调 如果你的资料 大部分都在Excel里面的话 那我觉得应该首选 我觉得还是用VBA 那Python不是说不用选 我觉得Python有它厉害的地方 比如说网路爬虫部分 那个部分可能就VBA就不太对手了 那怎么办 没关系 我把爬完的资料再吐到Excel 然后在VBA再接手后面的 可不可以 可以啊 就结长补短嘛 看哪一个工具 它哪个部分比较OK 那就有哪个部分的功能OK 所以这里的话 有没有 Remote Duplicate就可以了 后面好像就这样就OK了 空一个没有 没有没有 它还有 有的时候 我怎么知道后面还要不要再加什么东西 如果它是绿色的一个方法 你会发现它主要会有两个参数 那第一个参数叫Column Column的话意思说你要移除的是哪一栏啊 那这个是针对什么 这个Range 因为我Range C跟C是同一栏 C就一个一栏啊 所以你就说E就可以了 逗点 如果你大家有D或E F 那你就是很多栏 很多栏你就是跟大家讲 你要移除的不是我们现在这一栏 目前就一栏 所以就一栏 第二个的话呢 那你有没有标这个叫什么Header Header的话就是什么 上面有没有栏位名称 有没有 它有三个选项 一个叫Gas Gas是什么 给你猜猜看吧 我是没有用过这个 我不知道等一下你们可以玩玩看 试试看也OK No的话就是什么 它会把那个第一列的那个资料 当成是那个资料里部分 如果Yes的话呢 那它那个业务就是一个栏位名称 所以这里记得 一定要选那个Excel Yes就好了 这样子我们程式就写完了 其实不太需要背 我是觉得有个东西 主要是你要习惯它的一个操作模式 因为它都会显示出来 有没有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你看 点下去对不对 那我要移除嘛 就Remove 所以打一个Re Remove就出来 Dubicate 然后空一格后面会提示 那它一定会出现出体词 OK 出体词就Colins Colins就懒 哪一懒 其实就一懒一 然后这边的话就是有没有标的用 OK 另外的话呢 假如说呢 你那个Colins这个不要 那你变成说 假设了 你要直接跳到Headers Headers Headers的话 那你就有可能要打Header 冒号等于 然后你就Excel Yes 你就不用打Colins那个了 OK 两种方法 如果第二个方法 你打一个Header 有没有 Header你如果不会打 就照这个打 上面都有 有没有 Header 冒号等于 冒号等于就是你要传什么参数 给这个参数名称 然后你就打XL Yes 那因为呢 我们前面Colins没给他 所以这个一定要打 OK 但如果你前面Colins有给他的话 你这个可以不用打 OK 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OK 其实 所以啊 里面以后如果遇到类似的使用方法的规则都一样 所以像我有些方法也从来没用过 但是其实可以藉由这个部分 我大概就知道该怎么操作他了 OK 那这边的话呢 两个方法 这边大概我就直接再执行一下 所以这边把他再删除掉 再让他跑一次给各位看一下 这样的话呢 就F8好了 这个就Col过来 然后这个的话就是把那个栏位留下来 然后底下的移除 remotivacate header 冒号 他真的没有动作 也是 header 难道蓝一定要给吗 我看一下 1 逗点 我把它倒车一下 执行一下 对 对 打错了 难怪不会动 变成移除移除到这里了 怎么办 赶快先不要 这个把它Col c 再贴回来 好了 所以 这个有时候 Dubicate 应该是这边 所以我们这边要改一下 否则还奇怪 怎么他都不动作 就是这个范围选错了 这个地方的话再移除他 这样就OK了 理论上这个地方如果有照顺序的话 这个就可以不用夹 就写这样就OK了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两个动作Copy跟Remotivacate 画面再还给各位试一下